台中双截巴士危险驾驶 车尾先甩到后方车辆 家驻台中市南区的冯先生 5月17下午2点多 开车行驶台湾大道7段 预向从沙路开往台中火车站的310号测试双截巴士 经见供车司机 接连危险驾驶 当时我是在内线 然后他是在外线道 他前面的车挡住 他直接从外线道直接切进来内线道 而且还闯红灯 冯南表示公车司机已不满 前方银色轿车开太慢 沿路车头贴近轿车车尾 未保持安全车距 到路口时 银车傍慢速度准备停等红灯 公车竟然直接穿越长话线超车 并且无视红灯已亮起 静置扬长而去 公车司机违规超车时 车尾还差点撞到冯南的车 他是两节的 差点后面那一节整个甩到我车子 我觉得还蛮扯的 台湾的公车司机数值真的蛮烂的 薪水分局江东主表示 公车驾驶违规穿越长话线 可开拔900到1800元 闯红灯可处1800元至5400元罚款 公共运输处将查明公车驾驶身份 依合约对客运公司开拔1000元 并将司机违规行为 纳入公车品鉴成绩 客运公司全年度营运亏损补贴经费 将会因此受到影响 东新闻台中报导 我现在因为有用我的账号登录 所以有一些我自己的新闻都看到 现在你赶快上苹果新闻网 免费的登录 就会看到一些我的新闻 我的新闻 加入考评与会员 只要用脸书或是Google账号 就能一键注册 也可以用电话或email注册 现实免费 快来注册苹果新闻网